嗨 大家我是Mita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一個我很喜歡的東西 那我本身就是眉甲控 所以有時候會去給人家做凝膠眉甲外呢 我也很愛韓國很夯的凝膠眉甲貼 有時候如果太忙或者是要出去啊 臨時來不及做 凝膠眉甲貼就非常好用 剛剛我現在去城市跟Daisy Diva的眉甲貼有合作 所以等一下就跟我一起去去城市逛逛不戶吧 最喜歡的紅色系 也有這種很可愛的莫蘭迪色調的感覺 或是這種夏日像是冰淇淋的感覺 我買回來啦 剛剛已經先把玩了一番 那我先告訴你們現在去城市跟月星球 還有Daisy Diva 韓國知名的美甲品牌 現在在去城市上架啦 那現在呢就是有現實的活動 買舊送光良美甲燈或是美甲剪刀 那我待會再一一詳細的跟你們分享 這個是Daisy Diva Glaze凝膠眉甲的系列 那我為什麼非常的喜歡它 它不是一般的那種眉甲貼紙喔 它是現在韓國最夯的凝膠眉甲貼 它就有點像是類凝膠眉甲的感覺 會更接近我們去給別人做凝膠眉甲的效果 它的立體弧度啊 還有它的那種光澤感 都會更接近凝膠眉甲的樣子 像我剛才說的 平時趕時間來不及給別人做的時候 這種凝膠眉甲貼就非常的好用 一盒裡面會有的東西 36片眉甲貼紙 然後一個磨刀以及一個木棒 還有兩個酒精棉片跟說明書 使用的方式也很簡單 首先先用酒精棉片清潔一下甲面 接著挑選適合自己的尺寸貼紙 然後再用剪刀或者是指甲剪 修掉多餘的長度 接著呢就把它稍微按壓或者是用小木棒來加強它的密合度 最後呢是照光固化 固化後呢就可以用它附上的磨甲棒 稍微修一下指尖 它有全新的固化技術以及頂級凝膠配方 讓大家可以在家就可以輕鬆擁有漂亮的眉甲 那外層呢就是有一種立體的光澤感 真的還蠻像凝膠眉甲的效果 你可以全部都做這種透明的系列 也可以全部做紅色的系列 它雖然是首部的款式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 竹部的指甲並不大片的話 如果你可以比比砍 這個可不可以用你的大母哥 如果可以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剩下的拿來做竹部 我就把這個紅色系拿來做竹部 我覺得超級好看 而且比較顯白 它其實也有這個專門是竹部的部分 看它是不是粉紅色 有點像現在很流行的那種腮紅甲 另外一個呢 就是現在很流行的這個綠色款 它綠色呢也給的很足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整首都做綠色 也非常的好看 因為今年就是很流行這種抹擦綠 那這個粉色呢 我下次可以留下來就是整首都做粉色 然後它也是這種磨砂感的就是樣式 很可愛 這就是我使用Dash Debug Glace系列的使用心得啦 我自己覺得貼起來它的幅度真的還蠻美的 真的有那種類光療的感覺 那如果你平常手部有在做凝膠美甲的話呢 竹部也非常的適合 而且我覺得竹部的操作上 你更不用這麼的細心 我自己小偷懶啊 我覺得竹部通常正常人不會很近的看你的腳嘛 所以遠遠的看其實就是很漂亮 很有那種做光療的感覺 自己很喜歡拿它來做竹部 就分享給你們啦 現在只要買一盒這個Dash Debug Glace系列呢 就會送一個凝膠美甲燈 就非常的方便 你不需要在另外自己 然後這個凝膠美甲燈呢 是這種輕巧型的 就是平常你攜帶啊也都很方便 這樣子就可以照了 如果你自己家裡已經有凝膠美甲燈了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美甲剪刀當作贈品 那裡面呢就是一把這樣子的美甲剪刀 也可以用來剪這個美甲貼紙 那它是數量有限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要跟它手刀去購買 趕快去屈城市逛逛 有沒有自己喜歡的款式啊 現在還有打85折的活動 但是它是在指定的門市 那我會把資訊發案底下的資訊欄 除了優惠活動跟贈品活動之外呢 現在還有抽獎活動 不管你是在屈城市的線上官網 或是實際的店面購買 這個Dash Debug的美甲貼紙 並且在自己的IG公開發表貼文 附上hashtag以及標記帳號 就有機會得獎啦 那一樣詳細的資訊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記得點開來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